在茶餐厅喝杯港式奶茶 也是不少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部分旅客亦欣赏奶茶的风味 据统计 香港人平均每天会消耗250万杯奶茶 葱奶茶技艺 更加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喝不到一杯正常好喝的奶茶 我都会挺疯狂的 色、香、味、口感、培根 顏色,看上去一定要漂亮 茶味夠不夠濃 口感夠不夠厚、口感不夠滑 喝完後後味道是培根 40歲的阿欣 大學主修市場及廣告學 由於家人從事飲食業 打工十年後 他決定放棄黑板的生活 一度接手經營乾爺的茶檔 賣傳統中式點心和港式奶茶 當時水疤人手不足 他就邊做邊自學 還原港式奶茶的味道 正宗港式奶茶 一定用石蘭斯里蘭卡紅茶 讓茶葉喝水均勻一點 就可以快點出味 由剛剛開始的時候,女拜女試 到現在已經能夠調配出 自己獨特的口味配方 無論是糖、奶、水 都會比較精準去量度 不是憑感覺 我們的偏差不會多於10%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飲食的東西 其實你每次吃都會不同 你的心情會有落差 希望每一個朋友來喝一杯奶茶 每次來喝一杯奶茶 都是一樣的味道 這個才是最值得的一點 我現在出店 準備叫菊友出來買茶 我在這區長大 我很喜歡這區的街坊人情味 我也想尋回本區的街坊 阿欣近幾個月開始經營茶飲店 只是賣家庭裝的港式奶茶和檸檬茶 而且是佛系式經營 他會隨心情煮茶 再在社交平台通知街坊 阿欣試過用六個小時準備 只是四十分鐘 就賣完差不多70包茶飲 因為我專心做一件事,其他我不做 真的會每一滴都心血 這件事不是單一個飲品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香港的文化 滿足感是仍然有人會喝奶茶 其實我想年青人那方面 都可以感受 令他們愛上這個飲品 不再局限珍珠奶茶或泰式奶茶 一個奶茶絕對是一間餐廳的靈魂 它的東西可以不好吃 但是茶一定要好喝 當你和一間食店熟了 你每天去聊天 這就是一個很主要圍繫家莊的 人情味 民以食為天 食物連繫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 傳承味道 逆向遊客掃說一個又一個背後的故事 其實一個食物之所以能夠深入民生 因為那件事很平民化 由三歲至八十歲都吃的一件事 我們便會找出這些食物 然後用食物的故事 香港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都經過一段時間 香港人的努力 就等同一杯奶茶 你需要時間去烹煮 不同的拼配 帶出一個五味雜層的東西出來 都是可以給予每一個香港人 經歷過的事情 鼓盡今來的一個飲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